最近这几期我是这样打算的 我去把这个祠堂都收一收 然后把地图开完 把祠堂收一收 然后呢 这个再去做支线 因为这个支线的任务 有的时候要需要来回跑 来回跑的话 把这个祠堂都开了以后 就方便传送 你看这个地图上 这些标着宝箱的这个点啊 基本上就是目前为止 已开地图范围内 这个已经可以去的祠堂位置了 现在还有个地图区没开 就是这里啊 我们通过这个 从驿站这里开始 骑着马沿的这条路一直走 就可以到这里 这一路不是很难 所以我们可以快进去看看 不过这一路呢 就要进入这个雪山区域 这雪山区域呢 就是是相对来说 极为寒冷的区域 这个区域 所以去之前呢 先在这个村落里 这个买好这个抗寒的装备 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已经买好了 因为要这个上去圣寿的时候 也是一个比较寒冷的情况 但是这里的话就非常寒冷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温度计 已经是到达了这个 游戏中的所能达到的最低点 到高塔这个附近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一些冰块 而这冰块会挡着 爬上这高塔的这个去路 但是呢 也不算很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在前面 已经解决了圣寿危机的话 在这里直接可以用这个 阴结技能上去 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火 把这个冰块烧开 或者在地上架四团这个火 也可以 至于烧冰块方面呢 你用这个叫什么这个武器啊 是可以这个啊 举着武器也是可以把它融化 但融化的相对要慢 而且呢 我觉得 觉得好像是会消耗武器耐久的啊 最好的方法是点火把 就如果你要是融化冰块的话 最快最快的方法是点火把 然后呢 把火把这个举着插进这个冰块当中 这融化的是最快的 而且这个火把也是不消耗耐久的 所以火把很多时候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啊 时不时的升纲上最好 还是准备着一个啊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应该往上爬就到了 然后旁边还会有这个 很多同学知道的 这个滚雪球的小游戏啊 你们都知道在这里刷钱 所以一般都会先去啊 所以我这里就最后一个去 这个滚雪球的小游戏 最后这块区域里面就 这块区域是没什么任务的啊 没什么村落没什么任务啊 但是呢 这个应该是这个区域里面的祠堂都不好开 因为都在雪山上面啊 我们看这边山山脉连绵的这个很厉害啊 看这里又有一个迷宫啊 反正之后我们这个迷宫都会带大家去看一遍的啊 里面就是这个野蛮人套装 给他做个标记啊 这个位置我记得也有一个祠堂 然后之后我这个以后再标吧 以后我在这块区我也标上这样 你们每次我打开地图上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到哪里都有祠堂啊 这个地方也有驿站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驿站旁边肯定也有一个 然后大概是在 这里我记得也有 这个山顶我记得也有一个 然后这边记得这块区域还有三个 然后这边这个位置是在山洞下面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一个 这里也有 这个也是在山洞下面 然后最后这个左上角这里也有一个 差不多这块区域的应该就这些 嗯 这里面是从也是从水水里面也是一个山洞里面 啊 好这样祠堂就全部都标完了 如果你们不想看着我是怎么收集的话啊 我这个大概也都标出来了 而且这个地图也有 不过最近是因为这个 呃 开会的关系 所以说是这个百度盘暂时用不了 不过过短时间就可以用了 如果说是其他观众这个不是在这个时期 应该穿越时空来看的话 应该 百度盘应该是随时都可以用 随时都可以下载到这个地图的 啊 我们这个船呢 应该应该不 我不是去这里 我们去的是南边有一个还未解锁的祠堂 这个祠堂这里呢 是有一个任务伴随的 需要你先把这个任务完成 这个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 叫什么 痴女 先拍一张 那这个是个什么任务 他这个球似乎用来是解锁祠堂 但是他赖着不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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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在给意思呢 有梦是好事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找 拍到三种守护者的照片 我们先把照片的仓库先清理一下 怎么样拍呢 小型的守护者 飞行的守护者 物行的守护者 小型的守护者 一般是在祠堂内的失恋 算是小型守护者 飞行守护者 海拉尔城堡和步行守护者 这两个都有 我们先在这给它做个标记 然后我们去拍上哪去 有些守护者我们是经常拿去刷武器 但是有些固定不经常去 但是一定会有的 比如说这个 就是在一个桥一个河 然后它那个桥下面 这个里面是有的 像这种试炼 只要你是血月刷新过以后 还没有把它收掉的话 还就可以 打它很容易 而且是比较弱的那种守护者 几刀应该就砍死了 关键不是要把它砍死 而是要给它拍照 这个前面有说过 作为这个 跟任务相关的拍照内容 只要是这个障碍机 对准它的时候 它头上就会有一个 红色的感叹号 就表示它属于任务拍照目标 像这样 还挺喜感的 好解决它 我们就可以走了 很弱 对很弱 然后我们就去海拉尔城旁边 我们看这个传送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那边就有一个 一个飞行的 你只要拍它的照就行了 你不需要把它打死 你只要拍到它的照片 然后再拍一个那个什么就行 这个照相机镜头是可以拉远的 诶 好 这样两个有了 再来一个 反正就在这个海拉尔城附近 诶 有很多 随便找一个就行 诶 这样就齐活了 好 我们前面设置了一个 这个方便传送的 这个自定义传送点 传送过去就好 随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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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就像死宅的老婆一個月一個壞一樣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如果要是把這個球放進去 然後死宅伸出來以後 不知道他會做何反應 啊 啊 啊 這個祠堂裡面是什麼來著 不記得 就光記得這個任務挺麻煩的 以前沒有這個自由傳送點 啊 只能說是這個拍完照以後還得再跑過來還挺麻煩的 啊 也是個這個試鏈啊 應該不難 看他的武器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级别的 中级的 不难 应该砍个十多来刀吧 拿哪个 拿长毛 把这个长毛费了 没有吃暴击料理可能还是要多打几下 把这个状态都交给了 好 这边 来 来 这边是我一只的 这边是在这里 算了 真是 算了 好 算了 算了 这样就可以把他这个本身的这个长矛的这个烂酒不高了 就可以把他这个长矛换掉 虽然说他这个长矛攻击力要低 但是这个剩余的这个储存的这个伤害量 肯定还是要比他现在高 因为他用不了几下 有没有拍过照 拍过了 拍过了就算 看看这里是箱子里又有什么好东西 什么什么300卢比什么的 单手剑 这个单手剑算是金属剑里面算是最好的了 36弓 再升级就是这个蛮人的 不是这个这个这个人马的那个单手 单手剑 好我有一把 接下来我们去的祠堂是这里 这有一个祠堂是这样的 这个祠堂是周围有三个这个独眼巨人 然后从他们身上呢 这个夺来这个也是那个球 然后放在这个祭台上 看在这个位置 这有三个祭台 然后呢三个祭台冲着的三条路的方向呢 分别各自有一个这个独眼巨人 这里可以看到 他这里有这个实位的说明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然后就向着这个底座的这个方向走 一般就会有 先看这边 他三个是这样的 就是你正好在这顺便可以把三个独眼巨人的这个照片也给他拍了 不过呢 他除了独眼巨人以外 伴随着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敌人 在晚上还 晚上的时候 因为是这个周围的敌人也会睡觉 但是同时也会有这些骷髅啊 但是白天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这些骷髅 但是那些其他的一些敌人就不会睡觉 就很麻烦 这个敌人睡觉的时间正好是现在这个十点整以后 一般他们就会睡下了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这么兴奋 我们正好是在这里就已经穿上了这个潜行套装 来啊 他还拿的是雷杖啊 这个雷杖是固定会有的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用来以后拿什么好武器啊 也可以 暴头是双倍伤害 他这个血量是72点 所以我们这个弓正好一件可以射死 在那呢 上面还有这个哥布林 开的这个石亭就可以当做那个什么来用 侦测 诶 浅行刺杀这个是6倍吗 还是8倍伤害 还是6倍伤害 这个我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是直接正面上啊把这个巨人打死再拿下这个球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还是这个给大家讲讲各种这个熟悉套的直接打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球都给他偷来偷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他们都打死 好不好 等于都演示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们潜行套装是这个没有身影的所以他察觉不到我们这个我们看他上他身上怎么办呢周围有很多高台你也可以像之前的那个军远巨人一样直接从高处滑行上去也可以 但也可以这样啊找他的手然后站着蹲着然后等着啊注意一定要蹲着啊站着的话他会让人会甩的就就就上不去蹲着的话比较稳 等一会就像这样啊如果说是站的话他可能就会滑下来啊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拿上这个球以后建议啊把球丢出去不要抱着球跳下去啊建议把球丢出去啊丢出去这个球落地是不会有声音的而且把球丢出去之后呢这个人物这个行动就会更方便一些啊这里还有几个框啊把这几个框开了然后这个 啊就可以把这个啊就可以把这个球送过去先放上 先放上 丢着球的时候是不能跑的只能说是按照正常的速度走啊激活一个 然后这个第二个 这个高度正好可以滑行到他的肚子上 哎统里 装备满了 因为是穿着潜行套装所以他听不到声音 这个方向啊旁边还有这么一棵枯树这个树是这样有很多松树树顶你爬上去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歇脚休息的地方这个精力是会恢复的 然后呢你在这个爬到顶端的时候还可以使用望远镜然后再爬下来 这个是什么吧 雷电大剑 嗯 还算是挺好的东西了还算好 还算好 然后就是打独眼巨人这个独眼巨人的这个其实只要你的武器伤害够 然后有个弓然后有那么几只这个剑的话 独眼巨人是很好打的 嗯再有就是可能需要是你的这个符文 石亭的这个符文你得是升过级就是说得要能停滞住这个敌人啊能停滞住生物啊 独眼巨人就会变得非常好打怎么打呢 其实之前应该是有打过的 是这样就是说石亭呢 虽然说不能把这个独眼巨人停住让你来输出 但是呢石亭支住之后呢 他是没有办法这个保护自己的眼睛的 这个打过的同学知道直接射中独眼巨人的眼睛呢 他会有一个硬直坐在摊坐在地上然后捂住眼睛啊我的眼睛 这样啊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打到一半的血之后呢 他就会懂得用手护住眼睛保护着眼睛不让你去射中他的弱点 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用石亭哎 然而石亭的那段时间呢正好足够你哎 把他这个眼睛射中一键啊射中一键之后呢 只石亭一结束哎他就会啊我的眼睛 然后趁那个时候输出哎 射中然后上去注意不要到他屁股后头 不然他那一屁股后头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 那个伤害是是有伤害判定的 然后等他站起来之后 我看这个石亭的CD差不多正好也好了 再是石亭射一键 然后上去再一波输出哎 如果是长矛的话这个可以这样 就是戳四下然后第五下 开始虚力虚勾二段力以后再放开 这样的话这个伤害还挺高 啊我们这长矛有点多吧 多余的长矛用了吧 好还剩最后一次啊 他看起来眼皮子是闭起来 但实际上一样还是会那个什么 OK解决 这个独眼巨人 不同的独眼巨人掉落的东西还不要 比如这个独眼巨人他就掉落的是这个 除了他本身的材料以外 掉出来的这个烤肉就会比较多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愁 打独眼巨人是不愁 没有什么好武器的 因为你可以趁 一般来说只要遇到独眼巨人 他肯定都是睡着的 而睡着的独眼巨人呢 你可以偷偷上他身上 把他身上挂着的武器装备先拿下来 就是说如果即使是在你没有武器装备的状态下呢 打独眼巨人依然是可以打过的 因为他身上就有啊 这个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手里抢 还有两个对吧 这有一个箱子 你们可以看起来特别奇怪 为什么我拿磁铁一吸他就奔出来了 是因为我拿磁铁吸住的时候 我用他这个体杆手往上蹦一抖 看起来就像是他直接被磁铁吸了一下 他就直接就打开了一样 直接就被这个拉出来了一样 然后我们去这个打下一个独眼巨 我们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我们给他来个天降正义 爬个高点的地方 这应该够高吧 好 天降正义 看能不能插到眼睛上 我就想试试 插眼睛上会不会给他插出个硬直 好 并没有 然而并没有 然而并没有 转过来 转过来 哎 乖 啊我的眼睛 好 这个血量就要少很多 这个是中等的 黑色的是血量最厚的 然后最弱的是红色的 我记得最弱应该是红色 就跟那个哥布林的那个颜色的类型是一样的 好像独眼巨人没有那么高 集到什么有白银啊 什么金色呀 好像没有 挑挑武器 好我们去下一个 这里还有好多这个蜂巢 你来这里刷蜂巢也挺好 就是因为后面有这个 林克的这个原谅套装 那个那个要有这个要有蜂巢蜂 蜂蜂 来作为这个升级材料 所以说这个里算是我知道的这个蜂巢比较多的地方 你也可以这样开着拍张照 然后把它记录收录到这个图鉴里面 你作为雷达以后找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还好 分潮挺多的 是吧 不过雷达反应上好像没有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独眼巨人 这个是最弱的 所以我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玩套路 来个这个也是空降型的那种 不过就是下雨天比较烦人 就影响攀爬 特别费体力 来一个啊 射爆 哎呦 我看他起身起的好快啊 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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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醒来眼睛疼突然就死了 这个 这个姑嫂有一次看我玩 玩赛尔达 他就他看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怪物特别可怜 总被我这样欺负 停住了和帮帮帮一顿打 明明他没招我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给他怎么解释 老婆你听我说 咱们这个大谜题看的有点多啊 咱们来个简单一点的这个小谜题啊 这个普通的这个刺堂 我们好久都没有看几个了 这里是有一个藏在这个水帘洞当中的 你直接看不到啊 但是呢 你可以这个根据雷达可以大概找到一个大概方向 然后周围观察 然后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异样的东西 然后呢你只要是这个 不是说只要啊 这个是这样 你可以用爆炸箭射也可以 你用炸弹炸啊 炸到足够的距离啊也可以 我觉得距离不太够 这个距离行不行 这个距离差不多了 丢出去 哎 好了 这又是个祠堂 干是啥谜题 这个是各种体感操控 啊转转方向这种的 拿过来 但是这个翻过来这一面 这面还有个箱子 这个弄的时候 关键比较麻烦的是这个 你要把这个叫什么 呃 旗杆的这个手柄啊 你要把它先摆正 然后再去这个开启这个 因为它这个校准 只是按你初始的那种来 可能手感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初始 手拿的姿势不一样 会手感会不太好 啊 这个 西卡族的盾 这个盾防还挺高 还是因为是因为我们这个 已经这个四圣兽都解锁了啊 所以说装备提升的这个级别 也会比较多我们看 嗯 这个之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地方 哎哎 这个英雄之路 嗯 把这个箱子的雷达打开 哎 这样的话就知道哪里还有箱子 哎 这个祠堂里面的箱子有没有开完 这个呢 是这样 你要控制中间的那个不让它斜的太多 你看 哎 你要控制中间的这个 其实这个也不难 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点冲结就行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力度的这个 感受啊 哎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人能上去就行 嗯 不需要它摆那么正 前面后面往后是最后一个楼梯台间这边 这个呢是一个看起来很乱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麻烦 上面还有一个箱子 先把那个箱子拿了 你翻翻着转 转着看看有面 哎 这有一面箱子 先把这个箱子拿上 可以上去吧 可以上去 这个零刻爬还是挺高的 虽然说这个祠堂里面的建筑物是不能攀爬的啊 钥匙啊 这还是必须的钥匙 还会复位一下 刚才有个楼梯台间 这个台间倒不是什么难事啊 把它往右边移就好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这样 你要稍微斜一点 稍微斜一点 先把他斜过来 然后这个斜角度给他对准到那一面 这边哎 就是反正就是这样 就行了 好像高了一点 但是不影响 嗯 这样的话就好了啊 宝箱也拿过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再一个下一个是我们这里是之前有来过啊 这里有一个高台 然后我们之前是划船过去的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边缘的话 我们直接用这个划行的能力也可以过去 即使是划到一半没有上去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悬崖的旁边 底下的这个水上是有很多上升气流的 其实不需要用这个阴阶技能 哎 划行过去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周围我们看到有这个飞行守护者 虽然说是能拿这个守护剑给他设下来 但是 呃 他掉到海里去 你捡不上东西 所以说一般我都不管他 别被他盯上就行了 要不然被盯上也挺烦人的 哎 到了 旁边还有一些这个普通的这些怪物啊 但是这个怪物呢 因为我们现在游戏进度的关系 他们这个等级一般都已经升得挺高的了 哎 前面说过像这种 哎 底下这种乌贼还是叫章鱼啊 等他出来的时候哎 再给他炸了 卑鄙的灵盒 卑鄙的灵盒 下面有怪 好久没有打过怪了 打一个 怪老师这些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经常他来烦人啊 哎 他看他还会剪扎蛋 这个特别有意思 停住 好 哎 雷暴天气了 赶紧换回来 要不然又要被什么了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雷 雷暴啊 闪电 如果说雷暴天的这个闪电 他会批死这个 他会批手上拿着金属武器或者那个什么的 但是特别有意思 是这样你看 等会你会看到 这个白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怪物啊 血量很厚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雷电的伤害本身不算很高 不过如果怪物是拿在手里的时候 被这个闪电劈了 哎 这个伤害就比较高了 等会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 看先把能拿的东西拿了吧 先看能 要能 哎 起来了 他手上拿的是这个金属的武器啊 你看啊 照理说一雷是劈不死的 啊 因为我试过在他们身旁放上这个金属武器 然后让雷去劈到他们 不行 劈不死 血量伤害特别低 但是呢 他手里如果这样拿着的话就很好 于是就有类似这样的错略 如果说是在雷与天气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雷剑把他手里的武器打掉 然后故意往地上丢一些金属武器 让他捡起来 哎 这样他就会被雷劈死 这个算是地形的一种用法吧 就像刚才那种情况 不过需要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较少 因为同时有很多需要你用雷劈死的敌人 并且还会这个有雷与天气的这种情况 比较少见 总之你知道有会有这么个用法就行 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常用套路 就挺麻烦的 这个 原先就是拿那个雷魔法杖的那个妖怪 他这个有一个 就每种 他是有这个蓄力攻击 比如说拿火属性的 冰属性的 都有蓄力攻击 最讨厌的是雷属性的 他这个蓄力攻击之后呢 他会这个召唤来这个雷暴雨 但是我们自己拿上就怎么样都做不出这种效果 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 这个祠堂就在这里面 嗯 这是一个 算是挺简单的谜题吧 这个是这样 先要找配重 上面已经有一个了 关键是要把它升上去 把这个箱子 箱子的雷达也打开 你可以看到上面 哎 有这个配重啊 你要把它先弄下来 怎么弄下来呢 随意啊 你这个一般是射箭啊 但是你可以先把 进入这边把自己先垫上去 然后这个角度够啊 然后再 再再近一点 应该再近一点 直接这样拿下来 也是可以的 嗯 先把它放 先放这边 啊 这个不行 这个太轻了 这是这样 直接一个猛子 可以把人垫上去 哎 这样就上来了 哎 但是看到这个旁边有个 这个稍远一距离 哎 那个宝箱 这这怎么要过去呢 这怎么办呢啊 其实 哎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直接助跑 哎 就可以跳过去 其实直接助跑 我第一次弄的时候 我还想了好多办法 哎 怎么怎么弄 后来一射他妈能跳过去 哈哈 就滑翔伞 直接能跳过去 根本用不着 哎 这个磁堂解出来以后 然后在地图上可以看到 往北还有一个地形很奇怪的 一个螺旋状的一块区域 在那里呢 也算是有一个谜题 而从这里过去会比较近 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跑 哎呀 你好烦啊 旁北 这边的话能上树 这的话就会快一点 上树又可以爬高 然后又可以有一个歇脚的地方 树顶算是可以一个可以休息的点 哎 正好 就是这里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这个石碑 有一个提示 又是骷髅 先把骷髅打掉吧 骷髅也可以拍照啊 也是算出一个敌人类型 但是因为这个出现的太平常 太太常见了 所以从来不会把他这个标注出来 而且也没有需要找他的时候 嗯 这写了个什么 啊不管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对面有个底座嘛 还就是说这个游戏全年龄的 你即使是大字不识一个 哎你也能看懂 哎但是我这边是怎么弄 直接在这里啊 不用把球丢下去 直接在这里用这个石亭 把他一个蓄地打击 丢出去 对准丢出去 下去了 这里最好是下去之后 最好是架冰块啊 因为那里没有落脚点 你就不好把这个球再立起来 这里的话就是看起来 应该是要把这个球 按着那个螺旋路线 把他这个送过去啊 沿途 其实你举着他 然后按着那个螺旋的路线走 其实反而安全 因为你保持移动 敌人不好打到你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在水里的话 你要经常进行这些 这些骚操作啊 受到的干扰又特别多 像这些这个蜥蜴啊 什么在游水的这种 特别烦人 但是你如果说是有雷剑的话 就还好 雷剑给他 因为是水里嘛 用雷剑射他们的话 就会很容易 但是我不想跟你耗那么久 滚开啊 看因为他是属于现 现代生物啊 所以说是用古代剑射中他以后 他是这个直接被传送走 传送到古代去 调整一下位置 又飞了好远 这次飞到陆地上了 还算方便 下雨真讨厌 这个滑 主要他有的时候一滑 滑到这个冰块下面 然后人在这个冰块下面的时候 自动会把这个冰块顶掉 就很烦人 然后有的时候 你又是在这个水域里面 周围再没有别的可以落脚点了 然后你游泳又游不出来 就特别烦人 你要么就得淹死 你要么就传送走 淹倒是淹不死 他会停留在最近的一次安全的落脚点 躲下来的还行 这个跑舞线厉害 这大家伙先干掉吧 你居然转身 听力好 直接再剑 反正这个剑多 韧性 还是用雷剑 雷剑便宜 雷剑的话 其实往后打的话 雷剑就是说 你不用刷弓箭的方式的话 往后雷剑是最多的 因为你会经常去打人 这个我原本那个号 雷剑是最多的 我都不用普通剑 但是雷剑有900多只 用不完 完全用不完 他要是能卖剑的话 也能花家致富了 已经送到中青了 打这个乌贼还是章鱼啊 这个经常会出来这些奇怪的东西 掉落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里看起来有个雅 我们悄悄地靠近他 撒逼 看这个祠堂里头会是啥东西 嗯嗯嗯嗯嗯嗯 倒是没有试炼 也是直接进去领宝物 看一下是啥 哦大核心啊 记住这里有一个大核心 大核心是好东西 这个有空的话 我下次把这个 各个祠堂里面固定 宝箱会出的东西 我看我记下笔记记一下 然后标记在地图上 应该还是挺有用的 开荒什么的应该还是挺有用的 嗯嗯 那么好的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黑童谷歌的新浪微博哦